物理的CPU, 中密里面的DR, 放在TELF, 看我们的DAMP, Redis, 我们把这个Redis信息DAMP,可以看到刚前的这个, 但这个都是刚前CPU的, 下面就是我们这些很简单谱调试和设置锻炼的一个EP的BreakPoint, 我们把它设到Sky这个地方, 这时候呢,刚前的CPU,我们的力量够, 够就是我们继续要前走,直到这个断点, 然后这个断点就到这里之后, 它就会退出,退出到这个KDB,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进行单独调试, 当然也可以设置很多这个断点,单独调试包括SS, 它就会进入到这个单独进行对这个流程, 方式进行调试。 然后呢,就是断点的消, 就去掉这个,删除这个断点的DState, Break, Legal, 然后,我们套的话,所有的,当然可以删除特定的。 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对单个的, 你Active的这个CPU进行调试的, 如果我们想吃惯另外一个CPU上, 我们这个CPU里面,可以change另外一个CPU上, CPU1就到了,大家看到Switch,就是CPU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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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看到这个, 刚才前的这个, Portrace的一些信息。 那调试结束以后, 我们go,直接就是进入到, 我们目前, 所有我们人的这个, 这个VCPU, 再说明显。 嗯, 再update一下, update一下这个State, 这两个程序呢, 主要是用, output的Cache开发的, 而且, PDB, sx已经莫置到这个增长State里面, 嗯, PDB呢, 现在还在这个一个外部的距离, 但是, 经常都会有一个replace,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会update到增长State, 所以呢, 就是说, 应该这个去, 始终可以编译的。 以后的部分包括就是, hardware, watchpoints, 一些, 嗯, 或者, 或者, 还有一些, 就是, 对一些Exception的这个, 更好的, 处理。 就是, 这个两个功能, 应该是现在, 这里面, 比较好用的两个, 对, 不同的抗争, 就是对, 对我们联盟的优和这个, 嗯, 还有一点, 调视工具, 大家如果有些人可以用一下, 然后, 有些话, 可以提一下, 如果有抗争, 就是, 嗯, 主要讲这个,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 稍微过一下, 这个, 这个, 内部的一些, 就是说, 其他内部的一些, 其他内部的一些, 就是说, 其他内部的一些, 就是说, 很容易的呢, 就是打印出一些, 这种, 当前的状态。 首先, 第一个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宁尤就是, 有些评计的, 就是这个, 是这个, 就是这个, 当前的一些, 信息的一个, 就是, 一个, 无什么, 就是这个, 风先一つ, 就是, 它的高界, 对别人的, 我们这种类 foundations, Chrome, 例如达姆名REGIS,配布信息,NRIZ等证据, 如果用这个都可以看完内容的信息, 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例如达姆名REGIS, 现在还可以达姆名D, 然后把配件Send给配布WIDE, 在Aware的TRAP的控制, 就是要执行D, 可以对应的HANDLE, 把信息打印到0C, 被UGINDEMASED, 可以看到这些REGIS信息被打印出来, 下面说一下GAST的Coudown, GAST的Coudown, 就是GAST的引销式, 因为有正台分析的一个保空, 但是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得到这个Coud, 最常名的名义是ActionCoud, 对一个运行的Coudown, 当然它自己的内建, 有生存Coudown的一个方法, 一般就是说, GAST的运行Coud, 或者能crash掉, 然后这时候它有自动生存Coud, 然后让我们拿着Coud的人去分析, 要实现这个呢, 有两个选项需要在Coud, 这个方法射一下, 比如Coud, Cou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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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Coudown, 还可以获得, 你说GAST, 现在大家都做的例子, 有KDum, 和KEIC的这个实现, 内部生存Coud, 也是一个分析的一个, 也可以用来分析的一个Coudown, 但是这是相当于震流的波子, 但是实际上是震向的, 比起来的GAST, 也可以去, 你给过那些, 就是说那些机制都没有问题, 我们联合HIFI的crash, 以后呢, 300块, 也会说, 你可以用来分析, 嗯, 这就是那个, Zen本身支持的Coudown, 它就是说, 现在呢, 它能同时支持,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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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进入Linic, 然后, 再去这个, 这个, 这个, 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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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 具体的实现, 实际上, 你看到, 大家看到, 下边的, 就是看出, 和那个, 这一种直践, 比如说, 指定一个, 这个, 一种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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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参考 给你们实现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对这些call-downs进行分析 现在一个主要工具就是crash crash实际上是GDP的扩展 它里面实现了很多领域的命令 可以专门对Lim-KROM 或者SEN的这些档文件进行分析 然后我们首先这个call-downs 这个call-downs是一个cast的call-downs 我们用PS和module 有一些可以很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的结构 这时候比如我们某一个 它当前的进程 就是按照哪个进程 它都可以显示出来 这时候节省我们很多的调试时间 这边module也可以打印出 但是module的这个信息 大家发现就是 对于分析这种 剧情分析出的呢 没有用的 这个呢 这个因子呢 主要是一个 SEN crash-downs后以后的 Maple的影响应用调试 这个影响呢 是包括Dominion的 包括概述的 包括HyperWise的这些 这是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 我们就要把它们分开 比如说基于哪块影响呢 是一个HyperWise的东西 所以说呢 有Fresh呢 这个比较新版本的 Fresh 这是下面的一些命运 所谓对Zen的一些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Dominion 一边 就是说它的内线 STOP 这时候呢 就是这样可以知道 HyperWise的内线 在哪里 再知道 比如说 Dominion的Dominion的 这样就可以 对这些不同的组织 从那个地址开始 再进行调试 PCPU呢 就是当前 VCPU 对VCPU的设计 进行调试 这也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Quinter 就是Quinter 你可以 比如说 就可以把这个 各种信息 就是从那个Quinter 开始把结构 用下来可以进行这个 嗯 就是这个 一个Structure的一个调试 下面是这个Ztree Z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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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打印当前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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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OM 可以进行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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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面一个 VC结果 就是执行的哪些指令 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这个 执行的哪些东西 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 Ztree Ztree 这个是一个 罩子鞋 OK 就是有什么位置 你可以直接 跟罩子鞋 去讨论 包括 就是 跟Trace 进行转转转转转 再多久 嗯 Ztree 还提供一个 就是说 一个 方便的工具 就是 对当前的 guest的 content 能够打印 这是一个简单的输出 就是 Zen context 这个 输出 给HVM 一个 这种 打印可能 包括QVM 你刚才能玩你的那些 设备的状态 这个对于 查看UOVIR 应该是 用的 在Windows Debug Windows Debug 除去Windows 你们都知道 肯定是Windows Debugger 是人一的工具 但是 怎么能够 用它呢 就可以 像这个方法 好 好 好 可以